OK,我們再來看一下FocusSign的專案儲存跟發布的部分 那麼我們先看一下就是怎麼樣把它儲存下來 如果你已經做好的,那麼您到左上角這個地方 你可以直接把它儲存 它的專案副檔名是什麼什麼.fs 所以這個一樣跟Office一樣有它的專案檔 那你如果儲存的時候使用它的預設值 就是新增FocusSign的話 你會發現待會如果你要輸出到雲端 它會告訴你,你太沒有誠意了,不能輸出 因為我們一般Office 預設開一個新的文件叫做什麼 未命名一,未命名二吧 你用這樣太沒誠意了,它就不讓你傳到雲端上 沒關係,我就先存這個名字,等一下你就會看到 第二個,我們要把它輸出在上面這邊 有沒有叫匯出 軟體上面匯出 那你匯出的時候呢,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種配型 那麼以免費的方案來講 國際版主要就是這兩個 變成線上的,然後呢,變成執行的 這兩個,那如果你是簡體的,再加上一個視訊 再加上一個視訊 PDF我記得簡體好像也可以 那我們先用第一個,我就按下一步 好,這邊我就先不改 再來,你必須要幫你的簡報做一個分類 就是說你的大概是哪一個類別 這樣子,那原則上我通常都是選computer這一塊 好,那麼下面這邊呢,有一些其他的選項 這些選項其實不是給你看的 是給誰看的?給收訊情看的 因為收訊情,如果說你希望你的簡報 讓人家比較容易找到嘛 好,所以你裡面有什麼關鍵字 那那個內容的部分呢 預設它會轉你簡報裡面你打進去的文字 好,你就可以在這裡面做增減 這樣子,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這裡有個預載設定 也就是說,您剛剛看到 因為我們放在原端 它是不是有個load in,對不對 下載中 然後那些內容 你的文字、內容、顏色 這邊你都可以改 這樣可以有一些不一樣的感覺 甚至你如果你的logo 想要改變的話也可以 好,就有一個自己的logo 像這樣子 好,假設我這邊都不修改 我按發布囉 可是因為怎麼樣 我這邊並沒有改 那個預設的那個標題 對不對,等一下傳不上去 還有第二個 你要上傳,一定要有什麼 就是登錄 要登錄 各位呢,剛剛在註冊我們這個帳號的時候 它除了你軟體可以用 你在雲端上也自動有一個帳號 就兩個是同步的 兩個是同步的 我現在登錄好了 他們告訴你不能使用預設標題 有沒有 沒有 不能只有預設標題 所以它要你有乘以一點 OK 所以 好,我就把它按輸出 這個時候它就開始幫你傳送到雲端 好,就開始幫你傳送到雲端 然後做後續的處理 等一下好的 它會幫我們產生你的連結 還有你的QR Code也會一定產生 那當然如果你有需要做修正的話 好,修正 它現在在輸出 你看一下在這邊 如果你有需要去取代 也就是說我現在發佈過了 可是我有更新 那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選左上角這個 它會讓你去選 你是要取代哪一個 好,去取代哪一個 好,OK 那我這邊就讓它RUN一下 在它RUN的過程 我就先進到我的 那個Focus Guide裡面 我就先登錄一下 你在雲端上可以去管理 你已經發佈過的那些內容 好,所以我從這邊 刪印一下 好,我現在進來了之後呢 你看一下我這邊 有,剛剛那個測試的已經上來了 有沒有 只是還沒有完全OK 還沒有完全OK 那你再往下走 你看一下我們右手邊這裡 這裡就有一些管理的功能 有沒有,每一個簡報的管理功能 當然因為我們現在是免費方案 有些是不能用 可是呢,你要做刪除啦 這些都沒有問題 好,如果說你覺得 欸,我剛剛那個測試的 我不要了 你就可以從這邊把它刪掉 好,可以從這邊把它刪掉 那也可以從這裡去取得 你的那個網址 好,我要跟別人分享 說那個網址是哪一個 這樣子 我看一下這邊好了 好,已經快好了 好,所以 老師 基本上就是像這樣子 Focus Guide就可以幫你做好 就可以傳到上面去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說一下 就是它有些部分 有些功能 或者像我們剛剛講的 像Flash的那種動畫 對不對 或有些功能 其實你發布到網站上 因為畢竟網頁上 可是可能有一部分 還是會有什麼 有些會有一些落差 沒有辦法跟你在電腦上 完全一樣 這個時候我就會建議各位 你可以怎麼樣 在你的電腦上做簡報就好 這樣可以確定 因為你用軟體裡面做的 絕對是百分之百相同 但是發布到網站上 它可能就會有一部分 小部分 可能看起來 有可能會有不一樣 這是有可能的 那再來就是 你看發布完了 有沒有 你就可以從這邊直接複製這個 網址 那或者是 直接把我們的網站 砍入到什麼 你的網頁裡面也可以 那另外呢 其實這個裡面 也可以放什麼 也可以放音樂 比如說你要放一個 自動播放的背景音樂 事實上也可以 它也可以加入那個 背景音樂的部分 好 這樣老師 對於輸出的部分 還OK嗎 可以齁 好